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支通达天下的建设队伍如何练球 深度财经为您揭秘 大家好 欢迎来到深度财经 我是周荣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前往一座正在建设的 飞驾南北的大桥 它的建成将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记录 这座大桥带来的不仅仅是工程技术上的成功 更重要的是它能让周边原本分散的经济区域 在日益完善的道路交通网络中 获得更大的机会和效率 得到更便捷的联通和发展 早上九点 张家岗市汽车客运站后车市里熙熙攘攘 很多旅客正准备从张家岗市乘车到南通市 虽然两地相距不过四十公里 但是往来发车次数却很频繁 一天有几十趟 两次半车次发往南通的 南通西站前程大约一个半小时 请大家去好安全带 卢师傅跑张家岗到南通这条客用线 已经有十多个年后 这条路可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从张家岗市去往南通的道路上 横着一条长江 想要过去先得过江 这里长江的宽度 已经从长江中游的一公里距离 变成了六公里 这六公里的距离 汽车需要搭乘气度过江 最少也要四十分钟 一天开六趟 六趟的话 三个小时都浪费在那个船上来 最起码三到四个小时 轮渡一趟最多只能搭载四十辆小汽车 即使天气良好 气度入口前 也经常会像这样排上浩浩荡荡的车队 卢师傅告诉我们 平时还好 如果赶上大风大雾天气 长江则会封江禁止通行 气度公司也会停止运营 到那时只能绕路 加上堵车 时间会更久 一封封的话 有的时候半天都不能走 等在马头上 张家港的人想到南通那边去不容易 南通的人想到张家港这边来 也同样困难 朱翠兰是南通市通州区 久于港村人 住在长江北岸的他 有不少亲戚都在张家港市 因为天欠长江的存在 他每次去亲戚家都要下很大决心 不过现在 朱翠兰对走亲访友不再发愁了 他一有时间 就会和同村的王爱萍 结伴到长江岸边游玩 要用相机 把身后这座大桥的建设过程 保留下来 这个桥修是你一个什么感受 肯定老高兴的 到了大桥我们去那里就方便了 我们交通就方便了 我们也经常到那边 有的时候去玩玩 我们经常晚上收好的帮忙 就到桥上溜达溜达 让朱翠兰和村民们 为之期盼的这座大桥 就是互通长江大桥 它是世界上 首座主跨超千米的 工铁两用鞋拉桥 大桥采用互通铁路 与通苏加乘际铁路 其通高速公路三位一体 共过江通道建设 大桥工程用钢量约48万吨 温宁土230万立方米 大桥抗震裂度7度 能抵御至少13级台风 10万吨级船舶的撞击 其工程规模之大 设计标准之高 施工技术难度之大 代表着当前中国 乃至世界同类型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 互通长江大桥建设之中 应用的大量的新材料 新技术 新装备和新工艺 在国内属于首次应用 而且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互通长江大桥建成投入使用后 对于南通的意义尤为重要 南通沿江靠海比邻上海 是江苏唯一的滨江连海城市 交通优势明显 大桥的开通将连接其 鲁东 苏北与上海 苏南 浙东地区间的沿海铁路 使南通融入上海一小时都市圈 它将便于南通未来更多的 吸纳苏南和上海过剩产业 承接上海科技转化的成果 促进长三角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成为长三角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我们是28号轮要干粮架设 这也是我们马上要架了以后 就是复作轮要合拢 互通大桥项目的总工程师李军堂 正在与技术人员沟通施工进度 从2014年互通大桥规划开始 5年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要乘船渡江 去互通大桥的施工现场 这一块钢团架设 就是我们一个扶作墩的一个河垄断 应该这个以架设以后 以后的话就继续到了这个月底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扶作墩 这个变化了河垄 今天是互通大桥28号桥墩钢梁架设的日子 在大桥28号桥墩的两侧 两块巨型钢梁正在同时架设 这是互通长江大桥最重的两个钢梁块 自重达到1743吨 重下拉一点 就是顺着底下给它能不能搞个角座 也可以上面给它放倒 放倒就刚好那边不通行 不通行的话就说我能够出来给它接着它 接着它就是能不能把它放下 通过架梁机 两边的钢梁都在以每小时5米的速度 缓慢往中间移动 但是由于架梁机工作的偏差 两边的进展速度 一个快一个慢 形成了很大反差 李军堂和现场的施工人员 正在紧张地讨论解决办法 我们钓了一个快一个慢的话 那么它会对主塔造成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弯具 那么所以的话 我们实际上在其调过程中 它是要两边我们有个控制室 这个控制室呢 它是控制我们上面这两台架梁电机 我们要求这两个架梁电机来同步来提升 同步来提升的时候 就是这个最关键的一个呢 就是让它钢梁从这个船上 把它踢离这个船面的那个过程 必须是同步的 对吧 你只要是脱离了以后 我这两台架梁电机收入都是上等的 经过仔细调整参数 问题很快排除 李军堂告诉我们 像这么庞大复杂的钢梁架设安装 对于如今的中国桥梁建设者来说 算不上什么难题 但是在互通大桥的建设中 李军堂脚下踩着的这片区域 主塔敦陈井 却出现过一个大难题 我们这个桥呢 它是一个工贴良用的一个希拉桥 所以的话它是一个 本身我们承受的核在是非常大的 对吧 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很高 那么底下那个根呢 肯定要砸得很深 陈井是桥梁的地基 桥梁的载荷越重 主塔就越高 而地基也就是陈井就会越深 只有把地基打好 一座桥梁才能进行基础施工 作为工铁两用桥 不通长江大桥 有六线公路车道 四线铁路车道 大桥28和29号主塔的高度 都达到330米 在这样的高度之下 陈井的高度也非常惊人 达到105米 相当于30层楼高 我身后呢 就是我们的28号墩的这个猪塔墩 那么我们这个桥 在施工 第一步就是一个基础的施工 这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因为这个陈井呢 它的这个体量是世界上最大的 也是下沉深度最深的 因为它要下沉 域土呢 要达到了70多米 因为我们一般的陈井基础呢 就是域土高20米 30米 真多不超过40米 陈井不仅高度惊人 面积更是惊人 相当于12个标准篮球场 而面积越大 进入水中后 承受的水流冲击也就越大 如何让这个15000吨的庞然大物 乖乖地到达设计好的位置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最大的这种水流率 加上风力 达到了960吨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规模呢 就说我们原来在长江上 收业的任何一座桥梁 你说从千兴州也好 从大圣关也好 包括从长泰也好 我们最大的水流率 基本上就是100吨到200吨 我们大圣关是260吨 那么突然间从260吨 我们也飞跃到了960吨 在如此复杂的水流速度下 把巨型沉井下阵到指定位置 是一个世界级难题 李军堂和团队 先后设计出了很多方案 反复测试后 决定采用一套新型毛补系统 最终不仅使这个大家伙 安然无恙地 避开水流率的影响 也解决了困扰桥梁行业几十年 沉井随水流摆动的难题 2014年6月22日 在八条托轮的护航和牵引下 这座巨型蜂窝梅式的钢铁巨无坝 安然到达桥梁旋 找准了位置 接下来就是沉井下水灼床的时刻 28号桥蹲沉井 要深入河床60多米 需要经过粉沙层 细沙层 粗沙层 才能到达真正可以承载的地层 但这里临近入海口 在河床里埋藏着许多液液 不把它们清理掉 沉井根本不能安全着窗 这个沉井下渔土深度比较深 最后在下沉过程中呢 我们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 这给我们下沉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李军堂和同事们 采用声纳探测和水下机器人 把地形完全透视了一遍 再利用大型抓斗 把这些义务清除掉 捞上来的义务 现在还放在大桥建设工地的一角 应该是我们原来在 28号转29号转沉井下沉过程中 从里面就是用大型的抓斗 抓出来的那么少杂物 那包括大型的石块 包括大型的锚链 应该还有个铁锚呢 有一个铁锚可能也被他们拿跑了 一个大型的铁锚 这是一个堕基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还有从里面挖出来的 那个大型的这种木头 可能年代比较长 也有点发黑了 可能但是还不到无目的这个程度 义务清除之后 陈井继续缓慢下沉着床 但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河床冲发的深度 超过了建设者当初的原始计算 陈井在着床时出现了巨大偏差 陈井上下游的高差达到了13米多 最上游那一部分离水面的只有4米多 而最下游则达到了17米 在水流的冲刷下 如果偏差继续加大 陈井则会完全倾斜 导致着床失败 那就变成了一个难以挽回的后果 或者说你这样的处理贴的 是要花巨大的代价来做这个事 李军堂告诉我们 那段时间作为项目总工程师 他不记得自己一个人多少次 走在去现场的路上 也不记得多少次面对江水 胡思冥想 当时项目部的所有人都动员起来 跟河流冲刷赛跑 团队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技术措施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最终通过在下游针孔里抛田碎石 和在上游抽水 减少河流冲刷等多种方式 一点一点将13米高差的陈井扭转回来 现在李军堂还对那个时刻记忆留心 剪到了2米 剪掉了剩了剩了剩了1米多 最后达到的就是1米多的高差 当时确实是心里面像一颗石头一样 才落了一个地 2014年7月13日 河通长江大桥主塔28号墩刚沉井 实现精确桌创 五年后的今天 工程现场的新难题依旧不断出现 5月底的一天 李军堂又和技术人员 再次急匆匆来到沐通长江大桥的28号主塔 要到我们这个塔顶上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斜拉索怎么挂设 因为这个主塔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高的一个工程量量条的一个主塔 那么塔高了有330米 我们看看在这个斜拉索也是很长的 为了观察28号主塔的斜拉索安装进度 他们要穿过长长的电梯通道到塔顶观察 现在从铁路面往上到塔顶 我们还要转两次电梯 每次可能要花个3 5分钟 转两次可能也大约花个7 8分钟左右的时间 好吧 现在我们往上走 经过两次电梯的换乘 电梯到达塔顶 28号主塔有330米 相当于100多层 站在护栏处往下看 万吨巨轮像一个个袖珍的玩具 只有对面还在继续建设的29号主塔 依旧雄美 那边的话主塔施工的速度 多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理想 增度控制的 因为29号吨它跟我们28吨不太一样 它这个地方是塔梁重度施工的 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么高的主塔 以后的话我们这么重的梁 这么大的跨度 那么采用这种塔梁同步 那么在这边我们还是第一次的 在李军堂还在塔顶忙着观察 斜拉索安装进度的同时 工程组负责人陈涛已经下塔 准备和斜拉索施工方 确认斜拉索的梁端带帽情况 带帽就是通过一个巨型螺母 将斜拉索固定在钢梁桥面的毛座 就是我们这个斜拉索 最长的斜拉索有576米 然后最重的达到83.5吨 那么这么重一个斜拉索 其实它最后 这个要把它安装在这个毛管里面去 那么实际上它相当于是一个钢棒子插进去 那么它两边的这个控制的这个误差 也就在一公分左右 对于斜拉桥来说 斜拉索是最主要的成立构建 这个构建一边连接在塔上 一边连接在梁上 接头的质量 直接决定最后受力的状态 不通长江大桥斜拉索的平均长度 在400米左右 但安装的误差却要求在一公分以内 这对安装工人和吊机的配合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个斜拉索的码头 跟我们的毛管之间 它就是只有一公分的间隙 那么如何把这个一公分的间隙 顺着这个角度慢慢地位进来 这个是控制的一个关键 假如它形成了一个夹角的话 那么它就会对 第一个是牵引不进去 第二个是它本身对斜拉索 还有它的这个毛管来说 本身会产生一定的伤害 江上的天气像小孩子的脸 说变就变 晴朗的天空 突然刮起了强风 陈涛赶紧让工人们停工 现在这个县长风太大了 这个工人们都已经停工了吧 停工作业了 是的 现在这个阵风已经达到了六级上了 所以说我们工人 现在已经紧急停工了 等到这个风书以后 风书响了以后再进行写他所的一个施工 风加着雨越下越大 为了安全起见 陈涛也从大桥施工现场迅速撤离 回到项目部的办公室里 继续和技术人员沟通刚才的安装注意事项 今年刚满36岁的陈涛 在互通长江大桥前期研究的时候 就参与其中 五年来 他一直都待在项目部和施工现场 对于我这样一个建设者来说的话 对自己的专业 还有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超级工程的建设来说的话 对自己个人的成长来说 是我个人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 也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 但是荣幸和兴奋的同时 这些桥梁的建设者们 却忍受着常人不能忍受的寂寞 为了修建一座桥 他们需要远离繁华扎根工地 背景离乡三四年 张燕和老公同在互通长江大桥项目部工作 他们的两个孩子也都在工地长大 这块是你家吗 是 你干什么觉得这块是你家 这里里的东西都有我的 八岁的崔心辈 已经在工地度过了五个年 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而妹妹崔心宁 从出生就在工地生活 觉得对小孩有一点亏欠吧 就是给他提供的教育 教育条件和环境不是很好 心理上也是有一些亏欠的 但是 怎么说呢 每一种工作都需要有人做 我们也就是很平凡很普通的一个职工嘛 做自己应该做的一份 今年九月 互通长江大桥将进行中跨的钢梁合龙 2020年六月 预计正式通车 但是长江两岸的人们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这以后交通会方便很多 从我们企业的角度上来讲吧 那就是物流成本会下来 这样的话导致我的那个备货呀 也会先下来一些 直接基资金也会缓解一些 第二个呢 从这个人才引进方面呢 也会更加便利 比如说从苏州啊 请一些这个人才 那么周六周日坐动车就可以回家 这样的话人才的交流会提高很多 而在张家港市政府看来 互通长江大桥的修通 不仅能为老百姓出行带来方便 还能够给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现在这里的铁轨接薄线早已经修好 支带通车 张家港市将彻底告别没有火车的历史 这互通铁路的开通运营 张家港将告别首卧寸铁的时代 围绕着张家港北站 我们张家港市规划了 就是2.6个平方公里的这个北站物流远区 这个物流远区呢 就是我们也是打造的是公铁水连运 铁路建设将会给张家港带来 第二次经济的同胚 互通长江大桥 是我国沿海铁路的重要的过降通道 它建成后将苏南 苏北 上海 有效地联系起来 建成以后会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的建设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座大桥成就了中国桥梁建设水平 与装备制造实力的升级 经济版图在交通网络上的不断的整合 联通交互所诞生的效应呢 更是难以计量的 中国建设者创造的奇迹啊 不止于此 我们看到川藏铁路 全张1800多公里 全线呢有340座大桥 182座隧道 桥碎比高达84% 这条铁路啊将穿越地球上 地质活动最剧烈的横断山脉 从四川盆地到青藏高原 累计爬升一万四千米 堪称人类铁路建筑史上 风险最高的工程 这个百年梦想正在中国 工程师的手中变为现实 中国西部 一项超高难度铁路工程 正在建设 从四川盆地 到世界乌鸡 海拔累计落差一万四千米 中间被纵贯南北的 横断山脉阻隔 在这个人类星球 第一大台阶上修建铁路 这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也是人类历史上 最具挑战的铁路工程 今天的中国 正在将它变为现实 成都至亚安的路段上 川藏铁路东建工程 正在全速推进 工程师黄元平 要和他的同事 在两天里 完成以往四天的 桥梁架设任务 逐渡才快 一千米也大 几千米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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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被称为 天漏的多雨地板 工程人员 必须在夏季暴雨来临之前 完成施工 前所未有的施工速度 挑战着中国工程装备 三台180吨 全地形轮式运量车 向着川藏铁路 第一座特大桥 骑港村特大桥 施工现场挺进 车上是32米长 150吨重的T型梁 这种中国自主设计 制造的轮式运量车 从根本上改变了 铁路桥梁 只能依靠轨道运输的 作业模式 施工现场 一辆车将香梁 直接运至驾轿机下方 实现对接 好 来 走吧 走 从运输到吊桩 80分钟全部完成 这是目前全世界 最快的驾轿速度 世界之最的创造 不只归功于轮式运量车 更为关键的是 它背后机械集群的 强大支撑 距离骑港村特大桥 施工现场仅一公里 明山粮厂 600多名工人 组成的8个专业班组 正有条不紊地 进行制量作业 把制量工厂 建在施工现场 压缩运输距离 这是中国首创 一小时内 在自制的钢筋预扎架上 一片桥梁的主体钢筋结构 就可以绑扎完成 两个小时 二十个制量台 可以同时安装上 钢筋骨架 不到三个小时 自动机梁搅拌站 就可以完成一片 长32米 重150吨的 T形梁胶柱 整个过程 全都是流水化作业 一天之内 这个梁厂可以制造出十片T形梁 整个城亚段41.18公里 26座桥 1864片香梁 都将在这里完成 而这些预制工厂本身 也是川藏铁路 提升施工效率的秘诀之一 按照设计 两厂的最后一批香梁 将就地举升 未来 这些预制工厂 都将变成车站 和娘则 川藏铁路的设计师之一 让川藏铁路全线 1800公里的36个车站 在施工期间 承担加工厂的任务 这也是中国设计师的独创 不浪费一寸土地 更能最大限度的保护环境 和娘则打开的这张 长达20米的图纸 是中国最早的 川藏铁路路线勘探图 绘制于上世纪50年代 那时候难以想象 交通又不变 怎么进去的 我们这个二院的这些老前辈 你看这些图 全都是繁体字 泛黄的首席地图 是三代中国铁路建设者 追逐梦想的开始 受制于当时落后的装备和技术 梦想一搁置 就是60年 高原之上的西线工程 图纸上只标出了水门和地质的大概参数 施工方案始终未能成行 川藏铁路的西线工程 要比东线复杂得多 高海拔 大落差 雪崩 滑坡 岩豹等 脆弱的生态环境 多达上百种的复杂地质状况 使铁路工程建设史上 极少遇到或从 海拔大落差 主席地图 判断的生态环境 判断的生态环境 再次参考 判断的生态环境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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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西线上最多的是隧道工程 紧拉萨道林芝段就有47座隧道 令达拿隧道在推进到1.5公里的时候 遭遇软岩大变形 隧道的变形长度达到17米 进入墙体 用于加固隧道的钢筋正在脱落 隧道顶部已经下沉26厘米 随时有塌陷的危险 所有的难题 都是对中国工程机械装备的考验 更是对人才实力的综合验证 为了抑制大变形 全国几十家 设计施工单位 此时都以整装待命 隧道之上900米的山顶 勘测团队利用绳索取芯钻机 取出地下一千米的地质样本 样本的输松度分析 是决定隧道里 使用何种支护设备的基础 在成都 工程测试团队 对八种岩层样本进行应力检测 这可以确定支护设备施工的最佳角度 在北京 来自全国的十几家技术公关团队 根据前方采集的数据 分析一致大变形 所需的支护装备数量 短短两天 工程师们 给出了解决方案 使用最传统的毛杆 但所有的技术诀窍 都在这个 只有十公分长的 毛杆杖壳头上 插住进去过后 用扭地板上去 把它施加一点点地 使前面的杖壳头散开 让这个毛杆提前收立 以致这个软癌的早期变形 站住 借助新式杖壳头 毛杆可以穿透至少二十层纤维盐 整个支护方案 每一个数字都经过了精确模拟计算 按照专家们给出的方案 毛杆需要呈三十度斜角 按每分钟零点一米的钻进速度 打入眼底 拉拔测试显示 七式牵牛的拉力 毛杆纹丝不动 岩层大变形被成功抑制 我们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 有能力实现 中国人自己的百年梦想 川藏铁路预计2026年将全线贯通 从成都到拉萨仅需13个小时 它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 最为重要的交通大动脉 未来八年 数十万铁路建设者 上千种近百万台工程装备 还将在川藏铁路沿线大展身手 他们将创造人类历史上 最为壮观的奇迹工程 不管什么样的大工程都离不开硬装备 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的需求 为装备制造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自主研发的机械 已经可以站上世界水平的巅峰 下面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个大家伙 如何去挑战世界纪录 沿着雅鲁藏布江 工程队正在将世界上性能 最为强悍的四台高原装载机 运往海拔3600米处的施工现场 作为土石方施工的核心机种之一 装载机是衡量一个国家 工程建设实力的重要标志 工人们正在钻孔预买炸药 准备爆破 打通这条16.4公里长的隧道 将彻底终结 藏东南地区没有铁路的历史 但眼前这些都是极其均硬的花岗岩 只能用钻爆法将它们炸碎 再清理出去 放盘啊 这种大吨位轮式高原装载机 是整个工程的主角 隧道每前进一米 就要产生30多立方米碎石 穿葬铁路权线需要清理的碎石 大约有4000万立方米 相当于15座活肤金字塔 普通的装备在高海拔缺氧的工况下 会严重动力不足 而使用这种中国自主研发的 5吨高原装载机 可以做到每台每小时 350立方扎料的高效产装 这种侧卸道 是装载机在狭小的隧道内 依然可以零活作业 爆破后 岩石根部仍有许多竹笋装印岩 需要装载机将它们连根铲掉 这个产斗 作业时瞬间产生的推力 能达到50吨 可以轻松阐断全世界 大多数种类的岩石 如此强大的威力 全靠一个核心传动部件 业力变取器 安装在发动机和变组箱之间 由泵轮 涡轮和导轮组成 发动机给予泵轮动能 船动油通过泵轮冲击涡轮 再反作用于导轮 最终使发动机扭曲成几倍增加 输出动力 广西的制造基地里 工人们正在挑战 世界上最大吨位 12吨毅力变举器的 砂心制造 他们把添加了粘合器的砂子 倒进射心机 压出小块的砂心 再一半一半地拼接起来 组成一个涡轮砂心 砂心中间的空腔 就是叶片的位置 这里会浇住融化的铝水 冷却后 涡轮叶片一次成型 12吨的毅力变举器 叶片弯曲度比5吨的大了整整20度 在使用传统抽取方式 砂心容易坍塌 抽出来以后 让那个叶型把它砂在袋上 导致整个叶型变掉了 这个会对我们变现性的影响很大 分半制作 最后组装 这是中国智慧想出来的独有方法 12吨液力变举器的涡轮祖心 达到了27块 拼在一起 要做到零误差 给砂心表面上一层涂料 这是又一道 确保涡轮制造精度的关键工序 涂料配方里 添加什么样的成分 可以让砂心表面像牛奶般光洁 并且将涂层厚度 严格控制在0.2毫米以内 曾是国外巨头严手的秘密 现在也已经被秦光义它们完全掌握 质心 烘烤 胶筑 胶筑 青纱 组装 七天之后 液力变举器制造完成 这是让大家期待已久的一颗 七大结构件 900多种 总共3176个零部件 10天的组装 中国第一台12吨轮式装载机 正式下线 它标志着中国 成为继美国 日本 瑞典之后 第四个拥有12吨位装载机制造能力的国家 这是中国举生最灵活 产装最强悍的产斗 这是中国自主研发最大牵引力的变举器 这是中国自主研发最大吨位的轮式装载机 研发团队整装待发 它们要驾驶这台装载机挑战世界纪录 8128装载机满载爬坡实验开始 12吨满载配重 爬上30度角的斜坡 行进20米 第一个车轮上坡时开始计时 此前 国际巨头创造的最好成绩是30米 最大油门 最大油门 保持动 保持动 保持动油门 别松 别松 保持住 保持住 上去了 上去了 前轮已经上去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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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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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轮也上去了 装载机后轮冲破终点线的瞬间 时间定过38秒 这是中国装载机登上世界最高竞技台 标记的新速度 中国企业也成为世界真正的领导者 更重要的一个中国企业在精神上为自己的产业发展 我们民主振养 我们用一顿一往无前的 不畏艰难的 就是一种精神 挑战极端工矿实现百年梦想 中国工程机械已经拥有 基身世界第一梯队的实力 您看 这是全球最大的4000吨履带起重机 全球最长的101米碳纤维B架混凝土泵车 全球最大的5200吨上回转塔式起重机 全球首创全液压平地机 履带式全地形工程车 这些都是中国制造 有了这样更优质更高效更强悍的装备 工程师们也有底细去挑战世界级难题 在江西干州 中国自主生产的新一代 川隧道运驾一体机 正在挑战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快速高效的交通物流 为中国经济成长 源源不竭注入共铃 弘杉开幕 御水架桥 每年新开上千座双向隧道 让中国在钢轨上奔跑起来的 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机械装备 川隧道架桥机 昌干高铁新国段 中国自主生产的新一代 川隧道运驾一体机 正吊着重790吨的混凝土香粮 是乡15公里外的工地 这个运驾一体机长72米 高9米 有64个大型工程轮胎 工人们叫它大黄蜂 沿途九座隧道 184孔香粮铺设的桥梁 都是大黄蜂在六个月内铺设完成的 往前走 往前走 速度稍微快点 架设开始前 施工人员要为架设 做最后的精准测量 高铁架设对轨道要求十分精细 每孔香粮的架设安装精度误差 必须控制在20毫米之内 大黄蜂今天要挑战的 是昌干高铁最难穿越的隧道之一 周角山隧道 执行零距离架桥任务 所谓零距离架桥 一出隧道就是悬空地带 架桥机必须穿越隧道 在洞口完成第一孔香粮的架设 一切准备就绪 司机罗应成驾驶大黄蜂进入隧道 架桥机提着790吨的香粮穿过隧道 香粮两侧距离隧道最难通过的地方 只有10毫米 这考验着它的操控稳定性 前车坐下两坐 尽管地面上 架桥机上 有四名工人帮忙检测 但一名驾驶员就可以操控这一切 架桥机上 前后左右共有上百个传感器 负责转向 防撞 测速等功能 感应数据实时传送到监控屏幕上 楼映城根据这些数据 判断架桥机的运行情况 进行精准控制 整条隧道长751米 楼映城 楼映城 控制着架桥机 吊着12.6米宽的香粮 在13.3米宽的隧道里 快速通过 小身材 大力气 操作灵活的秘密 就诞生在这间工厂 刘亚斌 架桥机的设计者 他们采用了690兆帕高枪毒钢 制造架桥机的 长达数十米的承重部件导梁 而此前这种钢材 只用于尺寸较小的机械 这个焊缝 那边的焊缝 是不是所有的焊缝都有这个情况 对 这样咱们的焊接头 先进行预热 用高枪钢制造大行倒梁 难度在于焊接 刘亚斌他们的核心突破 是确保焊接温度绝对均匀 长达70多米的焊缝 温差必须控制在5摄氏度之内 实际上我们是要用一种慢火慢炖的这么一个过程 温和的来处理这个焊接的过程 这种突破 让架桥机的身材和重量缩减了三分之一 仍然能够吊起七八百吨的箱梁 好 慢点 准备停车 好 停 此时施工现场 架桥机已经抵达隧道口 正在将倒梁通过滚轮支腿移动到前方的桥墩上进行固定 前半部分机身吊着箱梁 通过滚轮缓缓延伸到落梁位置 抽走倒梁 落放箱梁 一个小时隧道口的第一孔箱梁架设完成 四天后架桥机完成七孔箱梁的架设 开始下一个隧道的施工 穿隧道架桥机让中国高铁的建设不断提速 2018年刚刚通车的余桂铁路全长345公里 桥梁209座历时五年修建完成 如果没有穿隧道架桥机工期将成倍增加 我们国家的高铁建设跟我们的设备研发是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这么多设备的保障的话 更无从谈起高铁建设 现在中国可以针对任何地形任何工况 定制专门的架桥装备 河南南洋的沃龙梁厂 这台运架一体机 含称架桥机中的大力士 可以起掉重900吨的香梁 港珠澳大桥延伸线上 臀门至赤辣角连接高架桥工地 世界上最长最大的多功能截断拼装架桥机 长200米 正在架设曲线半径达198米的公路桥梁 科威特海湾大桥施工现场 世界上最大吨位的架桥机 正提着重1800吨的香梁前往架设 与它配套的还有轮胎式运辆车 码头吊等 整个架桥装备体系都是中国制造 打通交通组合的超级机器 不止架桥机 三峡大坝上另一种重型装备 正在打开长江水路上的新通道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升船机 正将3000吨机的轮船整船提升 总重达1.55万吨的乘船枪 可以沿着尺条垂直爬升113米 提升高度 重量均为世界之岁 过往船舶翻坝时间 由过去的3.5小时缩短到40分钟 每年可以为三峡大坝增加600万吨的过坝能力 让长江水道真正成为黄金水道 支撑起这个国家高效运行的超级装备 还有这里万吨水泥超级工厂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每年需要消耗24亿吨水泥 超过全球用量的一半 每天可以生产1.5万吨水泥的巨型生产线 中国已经拥有12条 而它的核心装备就是能把岩石碾压成粉末的滚压机 正在安装的就是嚼碎岩石的牙齿小柱钉 任何岩石都能够被它轻松嚼碎 这种中国工程师自主研发的深度交错排列方式 将滚面使用寿命提高了10倍 这是目前世界最高水平 中国新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在向地下延伸 它同样需要高效先进的工程装备体系来支撑 武城西安正在建设中国最长的地下管廊 350公里 城市施工不同于野外作业 要尽可能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需要更加小巧 灵活 高效 智能的工程设备 切割机 破碎锤 挖掘机 运输车 2000多台小型机械相互配合 钢筋折弯机 每天可以处理7万根钢筋 激光测机械相互配合 激光测距仪 负责确保承重支架的安装绝对水平 10.2万根承重支架上将安置4700多吨电缆 这是地下管廊建设的关键 智能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巡场 他们是管廊运行的安全卫士 未来 水 电 通信 燃气等8种管线 将全部集中到地下管廊中 手持终端 远程监控 智能安防等数十种智能技术 将在这里应用 这里将是全球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地下管廊 地面的拉链路 蜘蛛网将彻底消除 到2020年 像这样的地下管廊 全国将建设完成8000公里 巧多天工的建设技术 世界最高水平的机械装备 不断开拓创新的人才 一个个突破极限的超级工程的完成 背后是中国整个基建工业体系实力的展现 也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砥砺前行 最为真实 生动的写照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深度财经 欢迎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不要忘了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 好 再会